說啥 說什麼不重要 你就是拿白橘暗示我 白橘能暗示什麼呀 他不就是種花嗎 你知不知道 這白橘呢 便有可催情 宋白橘可能暗示這少爺 心有餘 小秋 兒子力不足 說的什麼跟什麼呀 不是 你思想也太臥齒了吧 我是這種人嗎 我臥齒 薛木晨 你瘋了我瘋了 你不是補塊嗎 你不是喜歡分析嗎 那你分析分析 我一個女孩 我送你 我送你 送你那種東西 傳出去 我能有好迷山啊 而且咱倆畢竟 畢竟是夫妻 我用手 便宽 瘋來 我用手 幫你 怎麼刮到 您幫你 你好 我好 他 他 我 走 锦围 胸围 腰圍 你是回來取東西的吧 那你取完 是不是還得去當職啊 我今天晚上歇了 明天一早出任務 不去了呀 明天一早 那是不是很早啊 得多早啊 要不要給你準備早晨 好啊 那明天一早 我與女和母親 一起玩早晨 一道去胡府 胡府 你 你去參加婚禮啊 不是 我不參加婚禮 我負責胡府的護衛 怎麼了 沒事 我想到和你同行 我開心 沒想到你當真 學了刺繡啊 方便我看看嗎 不方便 你繡的是什麼呀 為什麼不能看 呃 這是給你準備的禮物 但是我還沒有做好的 所以肯定不能給你看 許牟臣做胡偉 這帳板可怎麼偷啊 送禮物給我 他能有什麼禮物呀 你怎麼來了 你怎麼來了 我來接你回家 哦 下次出門 弟子早些回來 我公務販多 不能次次都出門找你 你說得好聽 不就周日這一次啊 我 雖說你我是假扮夫妻 但多少 也要顧及些名聲 每天出去見娘家人 讓外人瞧見了 會以為我 帶你刻薄 哼 這不是事實嗎 好 你能不能把枕頭 你也累了一天了 早點 你 你膽子可真夠大的 這滿大街都貼著你的統計令 你還敢大老大白地跑去胡府 那人又不是我殺的 我總得查清楚吧 我 你能不能讓人省點心啊 要不是我正好路逛 他們不抓住你才怪呢 怎麼著 到時候還想讓我去行不打到救你啊 行了行了 謝謝景您哥出手相助 別別別別別 你可別叫我景您哥 該我叫你姑奶奶 說說吧 下一步打算怎麼辦 當然要找到真凶了 要不然以後我怎麼在江湖上混啊 容兒 要我說 咱找個清閒的營生 這江湖不闖也罷 整天肺炎走逼得多危險 我也跟著淡妮受怕的 嗯 你說的也有道理啊 那在學府裡待著就挺清閒的 那怎麼能行 我的意思是 這許慕辰陰險狡詐 他要是發現 你不是我們蘇家小姐的身份 他還能容你在府上 到時候萬一再查出 你就是流液賊 他能放過你嗎 那有什麼辦法呀 我現在又找不到人幫我 我幫你啊 真的啊 真的 胡府的案子 就包在我蘇景您身上嗎 景您哥 仗義 那是 我本商一出馬 頂到十個許慕辰 景您哥 餵我 榮兒 幫你可以 派我輕點兒疼 好 那就這麼說定了 回見 我要不要送你啊 紫辰寺的兄弟們 因為今日那一鬧 全都愛了法 古大人和刑部的公陽 那都大發雷霆了 你說都這種時候了 誰還敢幫你脫案卷啊 那照你這麼說 我就應該在家 什麼都不管 那有什麼不好啊 正好抽空陪陪老夫人少夫人 你想想平日你整天長在紫辰私室的 只怕再過鎮子 少夫人都要不認得你了 你要是不想幫我 回去吧 大人 不是我不幫你啊 你說這案子做好了沒工 做壞了也有過 別人都避之不及呢 你幹嘛偏要自己撞上去 既查明兇手就是那劉業賊 讓你去抓 還是讓別人去抓 又有什麼差別 我覺得兇手不是劉業賊 應該立有其人 大人你為何如此篤定啊 因為我之前看過他的卷奏 這裏有野賊 只偷東西不殺人 況且他白天已經暴露了行送 若是我 萬聖一定不會潛回了殺人 沒想到 他倒相信我沒有殺過人 對了 那邊有他的卷奏 你拿過來我仔細看看 什麼人 夫君 我怕你忙工屋太累了 給你送點點心來 謝謝夫人 放那兒吧 先回去休息 武照來一塊 謝謝少夫人 這是你最愛的薄荷餅 你要不吃一塊再忙啊 夫人 我有公事有忙 一會兒再吃 那我給你放這兒了 你忙完了吃 少爺 您怎麼在廚房 您是餓了吧 要不我給您做點吃的 不用了 你忙你的 對了 少夫人喜歡吃的糕點 都在哪兒 糕點在您身後的櫃子裡 要不我幫您去拿吧 忙你的吧 好的 少爺 答案 啊 還好 nou 啊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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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你快拉我上去 回答完我的问题 我就拉你上去 那你都是问 胡大人一家人 是不是你杀的 我是贼 只偷东西不杀人 那你当时为何出现在胡府 我当时是受人所托偷东西了 谁指使你去的 我只是收了钱才去的 江湖规矩 从不过问雇主身份 你还有完没完 最后有问题 你身上的平安锁 哪儿来的 他怎么知道平安锁 不是说实吧 平安锁是我从路边买来的 你要是感兴趣的话 我送你一条就是了 难道他不是当年救我的姑娘 你有没有去过太招 我 在水患中 去过一个小男孩 没去过 徐大人你完没完 再这样下去 咱俩都得死在这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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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